大白沙 陳金沛上個月到馬來西亞作秀 被逮捕 而且還被拘留兩天 她今天趁著在台灣轉機到美國的空檔 親自出面做了解釋 她說當時是忘了帶護照 才會導致警方的誤解 而她反倒認為自己是因禍得福 因為媒體大篇幅的報導 替她在大碼成功打開了知名度 在收墨鏡 以頭亂髮 連妝都來不及話 剛離開馬來西亞 要回美國幫媽媽祝壽的陳金沛 頻頻便腳往前看 歸心事件 對於之前在大碼被捕 到底發生什麼事 陳金沛首度說分明 我很好 我很好 這次完全是一場誤會 就那天就是這麼巧 因為下午去看醫生 有拿護照出來 就是我就忘記放回皮包 馬來西亞不認得我 可是直到一進去之後 我給他們看一個報紙 他們就知道是一開始 忘記 忘記 上個月11號 陳金沛在大碼登台 唱到這首歌時突然被警察逮捕 外界揣測不斷 甚至誤傳 陳金沛因脈盜版光碟才被抓 兩天兩天 我禮拜五晚上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就已經最快了 突然一禮拜一早就走 非常好 而且他們一直在裡面 一直叫我唱歌 那我的馬來歌又有限 包括他們都 裡面的人都喊我 Superstar Superstar 這場大碼金魂季 樂天的陳金沛 卻認為是因禍得福 因為媒體馬拉松市報導 反倒為他在大碼打開知名度 民視新聞林家梅卓青山 台北報導